婚外之情关于背后隐藏着可怕的危机 婚外情是一种寄生在婚姻问题上的另外一种感情 当婚姻中的问题逐渐恶化的时候 那么男女双方由于自身情感空虚 就会容易发生婚外情 当一个家庭因为缺少沟通和相互理解而出现问题 夫妻双方不是去正确的疏导和解决 而是选择到婚姻外面寻求这样的补足 来填补自己的情感缺失 这样的做法解决不了问题的根本 如果说婚姻生活有一天会变成白开水 那么婚外情就是很有滋味的饮料 饮料可以偶尔喝喝 但想长期喝饮料的话那是有害的 而且饮料喝多了会比白开水还难受 在整个婚外情中 如果没有孩子的婚外情 那么妻子 情人和出轨者三人会纠缠在一起 这样的感情无论怎么走下去 三个人都会受到伤害 无论最终和谁走到一块 都会有一个受伤者 即便与第三者走到一块 当你们激情褪去 生活中的种种问题又会暴露出来 到时候你怎么解决 难不成再一次婚外情 而形成一次恶性循环 一个人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学习 各种生存技能 而在感情意识和人格陪子上 多是一个模仿父母和受父母影响的情况下 如果父母感情生活乱七八糟 难免会影响孩子以后对爱情失去信心 爸爸做出伤害妈妈的是 在孩子幼小的心灵里带来的创伤和恨意 对于你的伤害 你会背负社会舆论 乱七八糟的婚姻 围绕在两个女人之间的心周旋 孩子的质疑 父母的指责 会让你精疲力尽